我們先從法案預算法的這個部分請做協商 黃委員 主席 開始協商以前有程序性的事項 我先請教主席 第一個是今天針對預算所提出來的案子 我先公開對民主進步黨的趙偉王榮章先生 還有我們江永昌委員 還有國民黨的魯秀燕委員 還有羅明財委員表示感謝 對於各該提案當中 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 非常感謝他們連署本人所提出來的提案 那我現在要請教主席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就是本席依照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9條的規定 用時代力量黨團所提出來的提案 請問主席為什麼不受理 那我想請主席說明一下 對於立法院議事規則明文的規定 就符合規定的黨團所提出來的提案 不受本規則有關連署以及附議人數之限制 那你如果要跟我說啊 你適用的司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7條的話 第59條已經明文排除了 那我不曉得說主席啊 在拒絕的時候提案這件事情 您所抱持的法律見解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好 好 要不要請坐 我們倆應該不是辯論 你先回答 要不要先請坐 請回席 好 跟黃委員還有跟委員會做說明 有關於黨團是不是能夠在各個委員會會議 以黨團的名義提案 在這個部分的話有相關的就是說問題 在97年的在立法院法治局 已經做過相關的說明跟解釋 我想這兩天以來 事實上已經有過很多的討論跟說明了 我想不需要就是說一一的再來做解釋跟說明 這是統一的做法 這裡面的話 這裡面到底就是說 按照立法院組織法第33條的規定 等等的就是說這些的情況 我想最後一個部分是我們各個委員會 在這個解釋裡面 最後也談到就是說 北院各個委員會的會議運作 是由各個委員會委員自主處理 然後他也承認並沒有統一規定 那各委員會的議事實務提案 或者是動議多由委員連署或副議 未接受以黨團名義提案 當然他建議仍然維持這樣子的一個實務處理的方式 那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也請教我們的議事人員 然後也跟我們在野黨也做過就是說了解 就是說我是這一個會期第一次擔任的招委 也了解就是說在本委員會過去的這個慣例裡面的話 就是說無論從法律的規定 或者是從慣例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都沒有接受黨團的提案 所以我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跟黃委員還有跟委員會做以上的說明 沒有 我不會耽誤整個會議的進行 那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法律人 我有我的堅持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9條上面寫得很清楚 除法律令有規定以外 那個法律在解釋上面 不包括過去所謂是慣例 那至於您剛剛所說 立法院法治局所出的那個書面的意見 對立法院議事規則本身的解釋 我看是有存在重大的誤解 不管是從法條上面的文藝解釋 體系解釋還是目的解釋 都斷無可能推演出剛剛主席所宣布這樣的結果 那不過為了要節省整個會議進行的時間 那我特別做這個程序的發言 是希望這件事情能夠列入紀錄 因為這個有關於立法院議事規則解釋的事情 本來就應該按照目前現行規則的內容 那來進行分析 那而不是三言兩語的說 以前的慣例是如何如何就可以解決的 那不過我還是尊重主席職權的行使 就我這個部分的發言請助記 並不代表我會接受主席今天這樣子的處理 那至於未來的爭議 看要怎麼樣子的解決 我相信本院的同仁大家都有很高的智慧 所以未來再繼續處理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黃委員剛剛的發言內容我們也列入紀錄 那也跟委員會報告 那因為我們是在烈量黨團要求我們蘇嘉全院長 然後來進行在這一個爭議上面進行協商 那章的就是說結果跟結論的話 我想一旦確定了的話 我們也按照這樣子的結果來做 以後在意識上面的處理跟安排 好不好 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的意見 我們現在來進行協商 那我們先就預算法的這個部分開始進行 好不好 謝謝